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也应该要学习佛陀对法的追求 佛教是一种催人积极向上 追求完美的思想和人格品德的精神动力 是驱散心智余暗 点燃智慧明灯的火炬 皈依佛法就是追求佛陀的高尚完美的精神境界 所以我们这个什么呢 欧弥陀经来说不可以消神经 福德因年 敌生彼国 所以我们这个什么呢 帝宗经来说也是叫我们来念佛 所以我们的学习有真正的利益 我们帝宗经如果学习到慢慢的 我们也有一个次第 初初学习我们就三几五次 三几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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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收 先听 有这个根本 我们会慢慢听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经典 这样的孙才不会去什么 这个说 收音的孙 可以当有这个基础 不然 敦厚仁慈 诚实 光明磊落 无师无我 无贪无称 平易近人 心胸广如虚空的人格品德 十方新闻王天乐 陈一上 高雄采访报导